四位来自北宜女中的学生 为了解决烟蒂造成的社会问题 研发出一款二合一环保烟盒 于2020年11月 搭配进阶活动以及媒体曝光 正式向大众亮相 高中身份的她们 以四个女生的小力量 着手去解决社会上的大问题 烟蒂就好像是一个 用烟草制成 所以可能可以分解的东西 然后就不去理会它 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持续的对环境造成的伤害 而且还比塑胶对环境造成的伤害更严重 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来开始做些行动 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那场静谈 推广之初 消费者就无法接受烟盒设计 再加上安全方面的考量 解决烟蒂问题并非件容易的事 但经由团队七次的大改良 最终以安全洗烟 隔绝味道 方便携带三大要素 制作出成品 大的改版大概有六七次 就是是整个完全构造整个重新来过的那种改版 然后如果小的细微的修的话 大概前前后加起来就有二三十次 然后到最后我们设计出了一个版本是 它有办法安全的洗烟 也有办法隔绝味道 然后也有办法有效的利用空间去做到二合一 然后不会让烟盒的体积过大 这些设计 环保烟盒造成的社会共鸣庞大 小到吸烟者大致政府单位都以声援或采购方式来表达支持 目前烟墨绿洲与烟商持续洽谈中 以改良市售烟品包装为主 期望透过根源解决烟蒂问题